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关带住院方面的分析已经讲完了 现在这个居士它有一种闻思的方法吧 最好希望四种弟子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不管是辅导还是在背诵 然后自己看书各方面还是下一些功夫 当然有些人特别精进 这些闻思的方法方面最好是一般除了书本上以外 自己心里面真正能记住 我昨前天有些金刚道友回答的我还是很满意的 不管是从哪一个地方提出一个问题的话 它基本上是心中有数 基本上它这个问题在心里面不是 我们如果受伤的话 这个可能跟着那个数这样讲的话比较容易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在自己心里面记住 它的道理就是自己心里面记住 一方面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居士论它牵涉的面积非常广 这样的话它有时候前面记住的后面马上就忘了 就是有这种困难 但是一般我们有些人在世间上也是物理 化学 还有世间的一些学问也下功夫 平平地能记住很多的知识 很复杂的这些知识也是能记住吧 比如说我们电脑或者是电学方面的这些问题 比可能还复杂 但是有些人也能记住的话 只要我们下一点功夫的话 大家也可能会记住 因此希望大家最好不仅仅是看数 应该在这个 因为我们平时考试 平时在自己理解 不一定是数 天天都是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因此最好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有理解的方式的这种记住非常重要 这一点我看我们有些金刚道友 还是打得非常不错 随便拿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人人都要做到的话 恐怕很困难 但是尤其是你们有些年轻人 这个基因力比较好一点的 这些还是多起一点这方面的知识 这样的话我看我们这样闻思的话 一辈子当中把这些据实论的道理 对我们用得上 因此昨天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 关带住院方面的一些问题 已经这个分析了 然后今天在22根 这个22根还从因果 或者是关带它的本体 等等用几个方面来继续做分析 那么并而呢就是分那个 就关带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分类 明根未以十一所 十二一所非一所 除最后八一口根 它这里呢就是这个问题当中 应该是这个有关因果方面 就是有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前面的这三个句子吧 这三面前面的这个三个句子当中呢 可以这样说 这个22根当中呢 就是哪些是这个异数 这个属于这个异数的 哪些呢就是这个是异数和非异数的 哪些呢就是不是这个异数的 就是哪些呢就是不是属于异数的 就是它这里这个所谓的异数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那个比如说这个即生当中呢 就是造了这个三业的话呢 就是它就成熟一个三业的过 就是这叫做这个异数过 就是然后即生当中 我们造的这个恶业的话呢 就是它就成熟一个过呢 就是这也叫做是那个恶业的 这个异数过 就是这是我们平时讲 那个因果轮回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讲这个异数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 它不是这个讲的这个硬 就是只讲的是这个过 就是也就是说 它是它自己的本体是不是异数 就是这方面就是讲的 如果本体是异数的话呢 就是下面我们这个 俱舍论的颂词当中也讲了 就是如果是它的这个本体 是异数的话呢 那么它既不属于这个善业 也不属于恶业就是 它是属于无极法 就是它自己呢就是有这个特点 还有这个异数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呢 它是这个属于众生的相续摄持 就是属于这个众生的那个相续摄持 然后呢就是它呢就是不是这个善业 也不是这个恶业就是 这个我看就是它是无极法 就是应该是有三种特点 就是我可能说了吧 就意思就是说 它的这个前面的因是这个异数的话 善业和恶业的话呢 那么即生也就是说是 它自己的这个本体呢就是 应该是这个不一定是异数 也就是说是它这个异数呢 就是它自己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异数会不会产生这个异数 或者异数会不会产生善和恶呢 就是异数一般它自己本体来讲的话呢 它不会产生什么那个 其他的这个善啊恶啊 就是这些都不会这个产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呢 就是在这个二十二根当中呢 哪些是这个那些根呢 就是它是这个是异数性的 哪些根呢就是既是异数性 又是这个非异数性 哪些根呢就是不是这个异数性的 就是那么有三个方面呢 就是分析就是分析的时候呢 他这里说那个唯一的这个名根 就是名根呢 就是唯一的是这个 它是这个异数 是异数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那个名根的话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名根呢 所谓的这个名根是 我们一个众生呢 就是在一个世界当中 就是它是这个同类而存在 同类而存在的这个根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名根 那么这样的这个名根呢 实际上是就是 它是唯一的这个异数 就是那么这个名根呢 就是不可能就是变成这个散 就是也不可能是变成恶 就是它的本体呢 就是不是三 也不是恶 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的这个前 它的这个 也就是说前世 或者是它以前的这个因呢 就是或者是三 或者是恶 就是所以它这个异数 它自己的本体呢 有这个特点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它异数的 异数的这个本体呢 它现在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无极法 就是它以前的话呢 就是或者是三 或者是恶 就是这样的法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异数 那么这样的话 是刚才那个这个生命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生命呢 就是比如说 这个我们这个人间的一个 这个余界当中的一个 低约的众生的生命 低约众生的生命的话呢 实际上是它以前呢 就是造这个恶业 就是那么基生当中呢 就是成熟它的这个 异数的这个生命 就是那么这个异数的生命呢 就是当然是不是三亿 不是这个恶业 但是它的前 它这个前面的因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恶业 或者是我们这个天人的 这个宿命吧 就是天人的这个生命的话呢 它的这个前世呢 就是应该是造了这个 三亿以后转生到三去 就是所以这个 它的前面的因呢 应该是这个三 就是所以它这里呢 就是在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只有这个 这个明根吧 就是明根呢 就是它是这个 唯一的这个异数 就是然后这个异数 那么这个明根的话呢 就是它有没有非异数的 就是没有这个非异数的 就是它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叫唯一呢 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 这个异数 只要这个明根的话呢 就是它不可能是这个非异数 就是一定是这个异数的 就是这是这个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 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十二 就是那么就是 十二种根呢 就是十二种根呢 就是既是异数的 又是这个非异数的 就是有两种 就是那么这个 十二种根呢 就是刚才那个十八根当中的话呢 就是十八 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明根呢 就是说是这个 完全是这个异数的 然后那个七月的 七月呢 就是有十二根 就是十二根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有两方面的 就是两方面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十二根是哪些根呢 它说除最后三 除最后的这个八个这个根 还有呢 就是一枯根 就是这几个根呢 就是除开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根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十二根 刚才我们这个明根除开 二十二根当中明根除开 然后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 除了最后八根吧 就是新当五根和 然后五路的这个 为之当之根 就是这三个根呢 就是中共有五路的这八根 就是 还有呢 就是一枯根 就是这个 就是 就除开以后的话呢 就是其他那个剩下的 就是剩下的呢 就是应该是 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刚才那个八个根 就是再八个根 九个根 然后前面有一个根 就是十个根吧 就是十个根 除开以后的话呢 二十二根当中里面 就是其他的这个 十二个根呢 就是他是有这个艺术的 也有这个非艺术的 就是从这个 两方面的这个 应该这个 具足的 意思呢 就是说那个 就是 这个除开这些根 因为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 比如说这个 现在这个 燕尔比赛斯 那个五根 再加上是这个 男根和女根 然后呢 就是刚才这个 树根里面 就是这个 枯根已经这个除开了 枯根已经除开的话呢 其他的还有这个 树用的这个 这个四根 就是树用的四根 那么这 就是中共有 应该是那个 十二根吧 就是刚才那个 七个这个 树根 加上那个 树用这个四根 然后呢 就是再加上一个 一根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十二根 这十二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有 这个艺术的 这个部分 为什么说是 这个艺术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前面 也已经讲了 就是现在我们 终生的这个 相续当中的 燕尔比赛斯 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他有一种 这个艺术的 他前世这个 他前世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业呢 就是变成 今生当中的 这个燕尔比赛根 还有他的这个 一根 还有他的这个 树用的这些根呢 就比如说 这个他快乐 痛苦 就这些都是这个 前世的这个因 这个带来的 就是 那么前世的这个因 带来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呢 就可以说是 这个前世的三业 或者是恶业 就是那么 即生当中 他自己呢 就是不能这个成熟的 这样的这个根呢 就是叫做是 这个遗书根 然后在这个 这样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严禁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还有一些 这个张扬身啊 就是这些 那么这些的话呢 就是并不是前世 这个带来的 就是他那个精神当中的 就是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 三和不三都可以存在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是遗书和非遗书 就是从两方面的 这个这十二根的话呢 他这个即是遗书 也不是这个遗书的 从两方面的 这个根已经这个 可以具足的 因此说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 二十二根呢 就是是不是 遗书根方面分的话呢 就是唯一的 这个遗书根呢 就是有这个名根 然后呢 这个有时这个遗书根 也不是遗书根 就是两方面存在的呢 就是有这个十二根 十二根是哪些十二根呢 就是除开 就是前面的这个 这个八种 这个什么就是 八种这个 这个三根吧 就是前面的这八根的话呢 完全是这个三方面的 再加上是后面的 这个枯根的话呢 就是完全是这个 就是或者是这个三 或者是不善 就是所以他两方面的 这个部分呢 就是不存在 就是这是这方面 就是分的 就是只是一种分法 就是还有一种分法呢 唯一一根具一所 一属意外 心当根 十根具不具一所 就是他们这个呢 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里说是 那么这个十二根当中 就是哪些呢 就是具足这个一生 哪些呢 就是具足 不具足这个 什么这个一数 就是这个一数 具不具 就是这方面就是分的 那么具不具足 一数方面分的话呢 就是唯一的这个一根呢 就是他这个 具足这个一数 具实论颂词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枯根的话呢 就是或者是那个 他是这个善 就是或者呢 就是不善 除了这两个意外的 所谓的这个无极法呢 就是是没有的 所以他要具足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 就不是这个无极法 就是他应该这个要具足吧 就是具足的话呢 或者是他是这个善的 或者是不善的 但是美方仁波切 知之如门当中呢 就是说那个 有始终的人认为 是这个所谓的一枯根呢 就是或者是善 或者是不善 但实际上呢 这个所谓的一枯根 也是应该具足这个 就是不善不恶的一种 怎么讲呢 就是不善不恶的一种 无极的这种一枯根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具足的 就是美方仁波切 知之如门里面 记得有这么一句话 实际上也是应该这样吧 就是一枯根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就是 也不善不恶的这种状态的 这种这个枯根呢 就是也应该是这个具足的 但他这里呢 就是说是 所有的这个22根当中呢 就是唯一的这个一枯根呢 就是具足这个一枯 除开就是前面的这个一枯根以外的 然后这个新等五根 新等五根加上刚才树用的四种根 再加上是这个一根吧 就是中共有十根 就是这四个根呢 就是实际上是它具足这个 一枯 也不具足一枯 就是这两种这个条件呢 就是会这个具足的 就是两种条件呢 就是会这个具足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下面就是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 就是也大家这个分析一下 所以说许舍论呢 就是分的时候呢 就是他对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 很多这个哭啊 乐啊根啊 就是这些这个分析的 非常这个细致 因此呢 就可能这个智慧比较细一点的人呢 就是讲这个许舍论是 还是这个很这个细欢的 就是他就是很容易这个发 发现就是他们里面的 就很多这个知识 然后我们这个有些人呢 就是他那个 就是有一种这个智慧是 比较这个粗大吧 就是对大的方面呢 就是他大概都愿意理解 但是以这个深入细致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 这个智慧呢 就是无法那个深入 就是这种人面前呢 就是举手论是比较这个困难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是在 呃 再讲就是意思就是说 那个 呃 明根是这个义俗 就是明根是这个位移的义俗 就刚才这些问题呢 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应该 就是知道就是他那个 呃就是为什么叫这个义俗 义俗呢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 呃就是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义俗的话呢 他那个义俗的因和义俗的过两种具足 他这里呢就指的是这个义俗的过吧 就是那么明根呢 就是可以说是义俗的过 就是他前世造三业造二业的话呢 就变成了就我们即生当中的这个寿命 呃但是有些时候呢 呃就是呃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的这个生命的长短呢 就是这些是本来是这个前世的这个义俗过 就是所以他的长短呢 应该是这个前世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定 也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这个业力呢 就是他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有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做佛事啊 就是然后这个延长生命呢 就是那么这些是什么这个原因呢 这个有关那个居俗论的知识当中 也是这方面有参数的 呃意思是比如说这个像阿罗汉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入了这个最后谜定 然后呢就是他观察自己的这个书名 还继续存在的话 有没有就是对众生和自己有利 如果对众生这个和自己有利的话呢 就是他原意就是再继续注释下去的话 他就是呃在这个僧众面前呢 就是做这个财务的这个供养 做财务的供养以后呢 就是然后他自己入于这个呃第四餐顶 然后就开始这个发愿 就是发愿以后的话呢 就是他在这个呃原意就是他的这个书名呢 就是可以这个延长的 就是如果他觉得是他 他注释自他的就是没有这个很大利益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入了这个呃第四餐以后的话呢 就是他愿意把这个呃就是 就是缩断自己的这个宿命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记载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 是不是这个宿命呢就是 不一定是这个前世的这种这个这个疑术过就是 是不是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灯瓷啊 通过这个张扬啊 通过就是其他的一种方法来就是 就是他那个呃就是延长或者是这个缩断就是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宿命就是不一定是那个呃是这个疑术吧 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呢就是金伦师在知识当中 也是做了一个呃回答就是他这里呢 所谓的这个宿命这个疑术的话呢 也是指的是这个呃 所谓这个前世的这个疑术呢就是呃 这个宿命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宿命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是 完全是这个疑术的 实际上呢就是他也有带有一种这个 这个疑术和非疑术就是两种 呃就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呢 就是他为了这个众生面前现实的话呢 就最后这个现实涅槃呢就是 也是众生面前现实的 他自己生命获得自在就是 也是这样的一个标志 然后释迦牟尼佛也是在众生面前就是 现实什么呢就是那个 曾大曾大尤波斯呢就是七九一和 最后呢就是他就在这个三一个月当中就是 没有圆寂就是所以所以这些的话呢 就是现实这个宿命呢就是获得自在 就是就是为了这个现实这一点 这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 一般来说这个所谓的宿命呢就是 应该是这个疑术就是 他这个前世的这个善业或者是恶业 就是带来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呢 就比如说我们密族的这个念什么 长寿主啊就让这个生命延长啊 就是这些也是实际上是就是他在这个 比如说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 就是不来是他是这个疑术的就是 应该在旁边呢就是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不一定起到作用就是他自己呢 是一种这个无极法 无极法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旁边 就是事他延长呢就是还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他本身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无极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其他的三世呢就是 事他延长也是应该这个可以的 因此这个宿命呢就有关这方面也是 希望你们看看那个知识就是知识当中呢 实际伦司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这种这个观点吧 就是有关这个民族的这个民族一号 或者是那个阿罗汉呢就是入于这个灭境地 最后延长生命呢 这些也是实际上呢就是是一种非疑术性 但是呢这些道理呢就并没有这个破释 这里面这个生命是这个疑术 就所以在这里这个生命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疑术啊 就是生命是这个疑术 为什么呢因为出于恶趣是不善业的这个疑术 出于善趣呢就是是这个善业的这个疑术 他这里疑术的过就是并不是这个疑术的硬 疑术的硬的话呢就是他一定是这个或者是善业或者是恶业 就是所以疑术的过和疑术的硬呢就是大家还是在这个居士论当中应该知道 就不然我们平常说是我造了这个疑术的硬 就是造了疑术的硬的话呢就是那肯定就是会在这个 成熟善得或者快乐或者成熟这个痛苦就是 但是这个疑术的过的话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疑术过的这个法的本体呢就是 应该是一种这个无极法就是这个前面也再上讲了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若文那么其他的一切根是不是这个疑术呢 其他二十一个根吧就是那么这些根呢就是是不是这个疑术呢 启动着十二根疑术就是其中的十二根疑术非疑术都具足 就是他这个疑术的也有这个非疑术的也有 十那十二根呢就是三法的新党最后八根 以及这个疑术根以外的这个所有的根就是出开这个这九个根吧 就是就刚才明根已经出开了 然后出开这九个根的话呢就是剩下来的这个十二个根呢都具足了 就是即使疑术也非疑术就凡是两方面的这种都具足 也就是说这个其有色根就是前面的这个亚尔比赛僧和男根女根就是有色根 再加上呢就是刚才一枯根已经出开了就是树用这个根和还有这个义根 其中有就是其有色根由也具有一属神与这个张养神 就是我们就是前面也讲了就是有些现在我们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严根的就是他这个最中间的就是也就是说是真正的严根的本体的话呢 就是他前世的这个疑术啊就是带来的吧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人的这种严根的话呢 前世我造了一种这个善意就是基层当中我成熟了我的这个严根 但是这个严根呢就是还有一个张扬的一部分 就是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啊 比如说对眼睛经常这个抚摇啊就是带眼睛啊 或者是这个眼睛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保护这个作用吧 就是那么这些呢就是作为这个张扬神就是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作为这个严根也是这样的 这个其中这个色根的话呢 他有他这个异术这个圣的一种这个部分 然后呢就是也有这个张扬神的部分 因为就是这个异术与非异术都具有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如果这个前世异术而产生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是即生当中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那个是这个异术吧就是前世这个异术而产生的 然后现在我们那个就张扬而产生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天天服药就是我眼睛就是还是严根还是很好的话呢 这一点呢就是不是这个前世而生的即生当中我的这个造作而产生的这个严根的部分 就是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不是这个异术 异术的话呢就是他必须这个前世和近世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 因此呢他这里说是这个张扬神和就是那么这这个所有的这些根呢 就是都会这个具足这个张扬和这个什么异术的这个两部分就是 所以这个异术部分呢就是它是这个异术生的 然后这个张扬部分的话呢就非异术生的就是这两种都具足 同样的道理就是 四数用根与这个异根种的三不三业是异术就是 那么这个四数用根和那个异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异根也好或者是那个数用根就是快乐痛快就是这些心情快乐的话呢 就是它是这个三业和不三业就是带来的就是有些这样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这个呢就是所谓这个异术过就是 其他的术如唯一于异术当这个是这个非异术 现在的这个三不三业呢就是应该是这个非异术 但是这个现在就是前世的这个三和不三业的这种这个过的 一种这个数用或者是异根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异术就是它应该这样讲的 然后其他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时的唯一啊就是异术啊幻化啊 就是这些呢就是数为是这个非异术吧 就是不是这个前世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新主作当中的这个一世的一些快乐啊 一世的一些执着啊 那么这些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些呢就是应该是这个非异术 就是因此也有异术也非异术两则就是 所以在其他的刚才那个五个根吧就是这五个根呢 就是其实这个异术和非异术就有两种 为什么是出去这个后面的最后八根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出去呢 因为他们是必定是这个三发的缘故就是就是这上面的那个 这个不管是反复相续当中的这个新当这个什么这个五根也好 这个还有为之当这根和这三个根就是中共这八个根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三发就是全部这个三发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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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必定是这个三发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不属于是这个两个方面吧 就是他这个呃如果是这个一所就刚才那个一所生和非一所生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从有两方面的就是从两方面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唯一的这个三发的法呢 法呢就是两方面是没有的就是因此呢 嗯八根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必定是这个三发的缘故 为什么是出去这个这个一枯根呢 呃因为他必定是这个三与不三种的一种就是 就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自己是这个三发 他自己是三发的话呢他根本不是是一所生的 就是这个大家知道吧 呃就比如说我这个呃反复人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新根吧 就是那么新根的话呢就是新根根根本不会有五极法 就是他既然没有这个五极法的话呢 他不可能是由那个呃这个三发而产生那个三发的这个新根 就是这样是没有的就是我这个即生当中的这个新根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自己的本体都是这个三根就是三发 就是自己的本体三根的话呢 那么他不可能是五极法就是五极就一属一属法 一属的话呢就是必须是他的本体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五极法就是 所以说他这个这些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三发的缘故 就是他呢就是是一属和非一属就是两就是两方面的分类呢 就是根本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是出去一枯根吗 就是这个有一个一枯根为什么是他这样持续的 他也是同样的就是因为他呢就是必须是或者是三 或者是不散的一种就是这个一枯根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世呢就是快乐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呢就是他这个呢 当然门凤仁波切这个说的这个方法 跟那个真理有始终的说法有点不同 门凤仁波切的话呢就是他那个心就是 也不是三发也不是这个恶法当中的有一种这个苦手 就是这种苦手呢就是五极法的苦手 就是门凤仁波切这样这个认为的 但是他这里面呢就是说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一枯根的话呢就是或者是这个善法或者是不善法 除了这个以外呢无极法的本体是不存在的 既然无极法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属生就是不存在的 因此就是这样的这个原因就是已经讲了 下面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吧就是刚才二十二根当中哪些是具语素 哪些是不具语素就是他那个具语素和刚才是语素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点这个差别就是我是这个人 我是人具足具不具足人 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概念都已经不同了 就是前面呢就是是不是语素 二十二根当中是哪些是这个是语素 哪些是不是语素 就是从二十二根他每一个根的本体就是是不是语素方面分析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二十二根当中哪些是他自己呢就是已经具足语素 哪些呢就是他不具足语素吧就是这方面分的 哪些是不具足语素 他这里说唯一的这个苦树根就是苦树根呢就是作为这个语素的因 就是刚才那个小乘的说法也是这样的话 因为那个苦树根的因的话呢就是苦树根呢就是他实际上是这个语素的因 故而这个具有语素就是可以成为就是所有的这个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他那个一苦根呢就是他是作为那个就是一素的这个因 就是一素的这个因 因为他呢就是或者是这个善就是或者是这个不善吧 就是善和不善的话呢就是他是这个称为这个一素的因 平时我们就是讲这个什么这个一素果啊 灯牛果啊就是这样讲的时候 那么这个十不善业的这个一素果是如何如何 然而十种善业的这一素果是如何如何 这这样的话呢他这里二十二根当中是一苦根的话呢 就是一定会是这个一素的因 就是因此呢就是他具足这个善业 就是他那个他自己呢就是应该这个具足这个一素 就是因为他必须是有如散发也不散发种的这个一种 就是他呢就是是这个有如或者是无如这个散发 就是不散发当中的这个一种 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无露的部分 就是如果这个有无露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无露的部分呢就是他不会这个就是聚业 就是因为这个扫完的就被活扫的这个种子一样的 就是所以这个无露的话呢就是一般是他就是不属于是这个 就是不属于是这个就是称为这个因吧 就是称为这个因 然后这个一根和其余的这个十数根 以及心当这个五根吧 就是中共有十根 此十根的话呢就是一素就是与具不具足二者都具有 就是那么他呢就是具有这个一素也不具有二者 就是这两种都已经具足 为什么这样呢 即一根与其余四数根种的有露三业与所有的不三业均是具有一素的 他这里面呢就是这个一根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树当中的这个有露的这个三业和所有的这个不三业呢 就是这些都是这个三业不三业的话呢 去全部是具足一素的 然后此外的心当五根 是这个五根的无露部分 就是心当五根呢有些是有露部分 有露部分的话呢 当然他具足这个三的这种一素 然后这个他的这个无露部分和还有这个无极法呢 非具这个一素 刚才那个前面的这几根呢就是是这个从果方面来分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从这个硬方面来分的 硬方面来分的话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十二根当中呢就是哪些是这个有这个 什么这个他具有这个一素 哪些呢就是不具有这个一素 这样分析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说是一枯根的话呢就是就一定会是这个具有这个一素 然后这个这十种这个根的话呢就是也具有一素 也不具有这个一素 就是已经具足就是两方面的这个条件 就是这个意思 心当五根是无露部分 心当五根的无露部分和还有无极法吧 就是这些呢就是不具足这个一素 所以一般我们这个有始终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无极法吧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处于一种无极的状态 也不是三也不是恶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实际上根本不会有这个合适的 就不会有什么这个就后面的这个一素过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有时候是这个有始终的这个心还是这个也很重要吧 我自己这个处于一种这个也不是三也也不是恶也就是也不是利益什么众生的 但是呢我在一种这个这个不散不恶的这种无极的状态当中 这个联颂诸瑜的话呢到底有没有这个一素过就是后面的这个三国有没有 也只有这个愿才念诵但是心呢就是当时出于一种无极法就是无极的这种这个业呢 一般来说他们这个无极的业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这个后面的一素过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饭呢那么我今天吃饭的这种这个一素过呢就是吃饭是不是散也不是恶也 就是他一种无极的状态吧无极的这样的心情和状态呢就是他不会有什么这个一素的过就是 所以一素过的话呢必须是或者是散或者是不散就是因此这方面来这个成熟的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俱舍论里面的这个就尤其是第三品和就是这些里面的这个分析这个分析很好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这个今世和来世之间的有些这个为什么是有后世 为什么是这个三有三宝恶有恶宝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分得这个非常清楚 那么三和恶呢就是跟其他的因果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它是属于这个一素方面的 他有一定就是他自己有一种这个一素的成熟能力就是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讲这个心灯无根的无路部分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一素 就是然后无极法也是同样的不具足一素而心灯无根的这个有路这个三业呢就是具足一素 一切无路部分呢就是非具足一素 这是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就是这个二十二根当中呢就是十种根吧 十种根呢就是它具足一素和不具足一素两种 然后这个枯树根的话呢就是它必定是具足一素就是这样吃一个根我们已经讲完了 吃一个根以外的话还有其他的是一个根吧 那么吃一个根的话呢什么样呢就是他说这个 其有色根与明根非具一素就是还有那个无路的这个三个根吧 就是无路的这个三个根就是它呢就是不属于在这个一素和非一素当中就是 因为一素这个和非一素呢就是全部是在一种这个因果的范围当中 但是这个三种无路根吧就是这个我昨天我们讲的位置当着根 这个呢人们常为这个三种无路根三种无路根的话呢就是不包括在这里面就是这样的话是刚才十种根吧 加上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一枯树根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根吧 一个根加上这个七个这个色根和明根就是然后呢就是已经这个十九根了 十九根上面就是加这个三个无路根的话应该是二十二根吧就是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那个其中这个有色的这个根和明根呢就是不具足一素 一般尤世宗是这样认为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严根严根的话呢就是跟他自己呢就是一种这个色法 他没有任何这个一素就是啊比如说眼睛那个眼睛这个看到的这个严实啊 或者是耳朵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这个他有这个 啊属于这个三方面的属于恶方面的就是听到这个好的这个声音 我去就是去这个严实和B实的话呢就是他属于那个三和恶方面的这个有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光是这个严根和这个呃就是严根二根B根男根女根 那么这些他从根的本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没有任何这个一素 他这个呃后来的话呢比如说我今生的这个严根呢就是变成这个后世的这个严根呢 呃就是或者说我的这个今生的严根就是变成这个三的这个严根和恶的严根呢 就这些跟他自己来讲是他是一种这个色法 他是这个前世的一种这个过前世的一种过的话呢 就是他不可能就是变成这个后世的这个因 就像是我们这个呃有些这个话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就是以前就是种下来的那个种子已经成熟了 成熟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再不会这个我们这个话里面也是有些呢就是他的这个花果呢 就是在这个种在地上的话呢就是他会参生后面的 有些呢不会这个参生后面的 所以像严根B根二根呢还有命根呢 这些的话呢他自己本体是一种无极法就是 所以呃有始终呢就是认为是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严根二根B根呢 就是然后命根呢这些全部是一种这个无极法就是他也不是三 也不是恶所以他呢就是不会造这个任何这个善和恶 呃但是依靠严根就是产生严实 然而其分辨量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造这个贪心啊 造这个什么就是生贪心啊 嗔恨心啊或者信心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严实和B是就是才可以这个产生 但这个呢就是不相同的就是所以他跟着这个本体来讲的话呢 他不造这个任何严 就是因此他这里说啊这个这个其呃 其由是根以这个命根呢就是非具一所就是他不具足这个一所 他们是这个无极法的缘故啊就是无极法的话呢肯定不会这个具足 呃任何这个严 嗯下面呢就是将这个关带这个本体而分呢就是关带而分的话呢 三法这个八就是三法就是他下面呢就是分那个二十二根当中呢就是哪些是这个善业 哪些是这个善业哪些是不善业哪些呢就是无极法就是从这方面来分的 我们二十二根呢就是里面是有些是可能是善业的有些是这个恶业的 有些呢也不善不恶的就是一种这个无极法的这个根就是 那么哪些是这样根呢就是下面就是这样分析 然后他这里说是三法这个八根就是三法就是全部是三法的没有一点这个恶业和无极的 而这样的这个根呢就是有这个八根就是这个八个根呢就是前面的行当五根和然后五六三根就是这三个根 然后这个一枯根既有三不善业不善业 然后这个二十二根当中这个一枯根吧就是一枯根的话呢它既有这个善业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善业的部分就是 然后一属于则聚善者就是那么除了这个刚才以外就是 然后这个刚才什么这个一枯根呢就是已经这个除开了除了这个以外的这个一根和 还有呢就是这个树根里面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四个根吧就是中共这五个根 这五个根的话呢就是具足这个善业也具足不善业 还具足这个无极法就是这三种都已经具足了 然后其余一位是无极法就是其余的呢就是那个好像那个其中这个色根吧就是其中色根和明根 其中色根和明根的话呢就是全部是这个无极法就是他不造这个任何业就是他不是这个善业也不是恶业就是 所以这个颂词里面是这样讲的下面讲这个二十二根当中哪些是善业 中共呢就是有八个根就是那么这些八个根呢不管是在哪一个相续当中 当然我们就是这个无极根的话呢就是都是剪刀修刀这个无极刀在相续当中的根 这个都是肯定是这个善业但是这个像信心啊念啊地呢这些呢就是会不会有不善的部分呢就是没有这个不善的部分 那么这些呢就是有没有一个无极的部分呢就是无极的部分也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心等无极和无露善根呢就是完全是这个善业的就是 它根本不会有无极和不善业的部分就是就是前面的这八个根 它们都是是有极法就是有极法有极法就是善法方面的有极法就是 它这个有极呢有时候是这个善法方面的有极和恶法方面的有极就是有两种这个意思 它这里呢三法方面的有极法并且能阐述约一之国的缘故 这是完全是那个善根方面的就是 然后这个一枯根吧一枯数根呢就是善和不善二则都具有 它呢就是这个一枯根的话呢就是有三方面的也有具足 不善方面的也具足因为对做善事是心不愉快是不善业 就是做善事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不愉快 生起嫉妒心生起烦恼分别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叫做是不善业的这种碰苦吧 就是不善业的这种痛苦 对于做不善业心不愉快之这个是善业 就是如果做了这个不善业的就是心里面就是哎呀我造了这个恶业 就是真是这个今天我很痛苦啊 就是我们一些人说上我现在心很烦了怎么办呢 我连吃饭都吃不下去饭都吃不下去的话 这是那个我造的业很多啊我现在很痛苦的话呢 这个是善业就是这种痛苦呢就是属于是一种善业就是 所以呢就是哎那么一枯根的话呢就是这个善业和这个恶业方面 当然刚才我们讲的莫方仁波切呢在这里面有个无计划的话呢 就是也就不包括就是他是这个优势 这里面是完全是这个优势宗的这个说法吧 就是优势宗的说法 然后这个做善业就是做善业的时候呢 就是心不愉快的话 就是这个善就是做不善业吧 就是做不善业心不愉快呢 就是这是这个善业 就是善业 按照灵红牌就是这个优势宗呢 就是他灵红牌是指的是那个西方论识 就是西方的一些论识和 还有经不宗的观点来说 对于做无计法心不愉快 也就是称了这个无计法 比如说这个对这个 有时他们有些人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做了这个无计法 就是做了这个无计法的时候 就是对他那个心不愉快心快乐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是无计法里面的 比如说我这个吃饭呢 我今天不应该这个吃饭就是 我不应该这个吃饭 本来这个吃饭呢是一种这个无计的状态 他不是善业不是恶业 如果你对他就是不愉快的话 就是不愉快还是入于是无计法当中 他不造什么这个 他不会称这个善业和恶业 这是有些部分的这个说法 因为而一窟也是当具有无计法 他自己因而一窟受根也应当具有无计法 你看这里呢 麦彭仁波切的说法就比较相同了 这是应该是金部宗的观点 《智智如鸣》里面的这个话呢 应该是按照金部或者是宁宏派的这个说法 前面的这个一窟根根本不具足什么无计法的这种说法呢 完全是有始终坎森米尔注释的观点 应该可以这样说 这是刚才一窟根的分析这样讲了 然后现在刚才一个是八个根全部是三法 然后就一个根呢 就是也具有三法和不具有三法 就是有两种 然后那个其他的这个根吧 就是其他的其他的有几个根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一根和 然后除了这个一窟数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四个数用根 四个数用根呢 就是散和不散 还有无计法就是全部都这个具足 就是全部具足 为什么全部具足呢 因为这三者这个相应者缘故 就是如果你那个就是刚才那个一根也好 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这个 昨天我们讲的这个生苦根和生乐根 然后就是苦根不具足 就是以苦根不具足 生苦根和生乐根 然后呢就是以乐根 还有这个灯舌吧 就是灯舌的这四个根 再加上是只有这五个根吧 这五个根的话呢 如果你这些根呢 就是与这个三法 就是三法相应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根都已经变成了三根了 就是三参业的根了 如果你这个恶法相应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心所呢 就是成为这个恶法 就是嗔恨性了 与他这个相应的这个一根啊 就是六根啊 这些呢就是属于是那个恶法 如果是你这个无计法相应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候这些根呢 就是成为是这个无计根了 因此这四个这五个根 这五个根的话呢 实际上具有这个善不善 然后呢就是无计 就是这三种都已经具足 其余的其中这个有设的根和名根 就是这八个根呢 就是唯一的这个无计法 就是他呢 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也不是善法 也不是这个恶法 就是因为他们呢 既不是善法 一结当中有哪些 然后色结当中有哪些 无色结当中是有哪些 就是那么这个二十二根呢 就是属于这个三结来分析 除五个根予以色结 它这里呢这样讲的 那个三结当中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三种五个根吧 就是刚才那个位置挡着根 和一着根和举着根 这三种根的话呢 它不属于这个三结 就是也不能说是色结 无色结 就是都不能这个案例 因此呢 就是它是不属于这个结 就是除了这个五个 那么其他的这个 我们刚才二十二根当中呢 就是三个根除开的话呢 就是还有这个十九个根 十九个根的话呢 就是余结当中全部都具足 就是我们这个余结当中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三种五个根以外呢 就是其他的十九个根呢 就是全部具足 然后这个色结当中是有哪些根呢 男根女根 就是在这个四个根以外属于色结 就是他这以上呢 就是属于这个色结吧 这以上是这个 这个指的是色结 那么色结当中 只有二十二根当中的有哪些根呢 就是因为那个色结里面呢 就是男根女根就是没有这个 男根女根呢 就是在这个欲结当中 这个心里 这个心婴啊 而且呢 就是极为不庄严过呢 就是在这个色结当中是没有的 除了这个男根女根 然后这个哭根也是没有的 一般那个色结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心呢 就是一种这个快乐 就是一种这个乐数的状态当中 不会我们这个人家那样就是今天也是很痛苦啊 就是明天就是也很痛苦啊 这样的这种这个感受呢就是是没有的 就是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是 哎我转生到色结的话呢多么好 这个轮回太酷了 就是其实这个色结的话呢 是还没有处理轮回 但是呢还是这个比这个我们人家还快乐的 就是就是经常这个心情都还是比较这个稳固快乐 就是所以这个哭根也没有的 就是除了这三个根吧 就是刚才那个三种五个根也没有的 然后这个男根女根和还有那个哭根 就是知道这三个根 这样的话是除开这七个根以外的话呢 应该是有十五根 就是应该就是在色结当中已经居住了 然后有色根勒根也除就是也除除五色 那么五色结有哪些根呢 就是那么五色结呢就是色根全部要这个除开 就是刚才那个就亚尔比赛圣的那个就是五种色根 男根女根就是肯定这个五色结是没有的 还有这个勒根勒根也没有的 为什么勒根没有呢 因为那个五色结的话 它就是全部是一种这个它是这个色根 就是它那个不乐不苦的这种这个色根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看这个五色结的话呢 就是心当这个五根应该居住的 然后这个明根和义根吧 应该是有八个根吧 这个五色结当中是已经居住八个根了 其他的这些根的话呢 全部都不居住 所以这个五色结当中呢 就是居住这些根 就是它这个勒根也除除无色 就是属无色 下面就是讲那个 我们就讲一面是这样讲的 二十二根当中哪些是属于欲结 哪些是属于色结 哪些属于无色结 哪些属于不属于这个结的凡处 就是下面就是这个回答说 五个三根呢 与其群体当中存在的一切根 不属于解 就是不属于解 比如说这个五个三根吧 就是五个三根呢 就是昨天我们讲了 就是讲的这个位置当着根 就这些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 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 就是就是昨天我们讲的 就是有九种根吧 就是九种根 比如说就是他那个获得了第一 见到的时候呢 就是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五六三根 和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 所存在的五六的这些部分的根呢 就是全部都不属于是这个结的凡处 他们是五六法的这个缘故 就是既然是五六法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五六法呢 我们这个前面也讲了 就是像这个虚空啊 五六法 就是这些都是不属于是三结 就是就是不属于这个三结 但是这里要一个明白的呢 就是这个 他自己呢就是不属于这个三结 就五六法呢就是不属于三结 但是菩提加勒的这个相续呢 就是应该这个属于三结 比如说我呢就是是这个欲界的众生 然后我的相续当中呢 这个五六法呢就是可以就是得到 五六法他自己本身呢就不属于三结 但是五六法不属于三结 就是然后五六法的这个所有的人也是 或者所有的这个众生也不属于三结 就是这是就没有这个道理 就是五色界的众生的话呢 他的相续当中也有五六法 然后这个色界的众生的话呢 他的相续当中也有这个就这些这个五六的根吧 就是这些根呢也会具足的 因此他这个结也就是说这个这三个根的本体呢 就是不属于四三结当中 就是因为他是五六法的缘故 但是五六法所存有的这个这个所以吧 就是所以呢也有这个属于四三结的 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 他是不属于五六法之谷 那么其他的就是刚才那个出开三种五六法以外的 就是其他呢就是已经这个十九根了 这些全部是属于这个欲解的 欲解当中这十九根已经具足了 因此我们有时候这个分析的话呢 就是更有这个二十二种 然后根里面就是属于欲解的更有那些呢 就是只有这个十九根 原因是他们就是增长欲解的这个烦恼 就是依靠他们呢而增长这个欲解的烦恼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前面也是有这种这个功用吧 就是这样的五个三根就是 然后这个男根女根 这个生苦根 还有这个一苦苦手根吧 就是意外的所有的根呢 就是均属于色解的犯处 必当能增上色解的烦恼之国 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因为色解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些根都是不居足 为什么不居足呢 就是男根女根呢 不包括在色解当中 因为呢就是他们这个远离就是贪爱隐形 才能这个转生到 就是如果这个他没有远离这种贪爱这个隐形的话呢 就是这个色解的残定就是得不到 色解的残定得不到的话呢 就是他不可能转生到这个色解当中 就是这是一个原因 而且还价值呢就是男根女根就是积不壮严 就是所以我们一般世界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枯燥的这种这个生存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外面的这个七世间 七世间是为什么是如是的这个枯燥啊 不愿意啊这些都是这个众生的这种业力就是所现的 这我们前面不是讲的这个 有些这个庄严的缘故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吧 所以众生呢就是喜欢这样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转生到这样的这种这个地方 也是依靠就是也变成这样的这个身体就是 因此一般那个色解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些这个色根就是色解也无有深苦手根 为什么呢因为哪里不存在因因缘所造的这种痛苦就是身体的这种苦手根呢 就是根本是没有的这个天人的虽然他有这个身体的借助吧 前面已经讲了出去是有的就是这个什么借助这个无量供啊就是这些 但是呢就是他从来都是不会这个痛苦的 不过后来那个天人要死的时候呢就是是有一种这个痛苦就是 但是这种这个痛苦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辛苦里面的吧 就是他这里的这种苦可能不具足应该这样说 不然的话呢他这里就是天人呢就是有时候还是有这个这个生活就是 就是这个可能下面还有这个这个阐述吧 之所以不存在因为所造的这个痛苦是由于色解无有不善也就是 他一般那个色解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欲解的话呢就是 比如说杀生啊 邪淫啊就是当当自己这个造就是 然后呢就是在自己转生到这个欲解当中就是造恶业就是这种也有的 但这个一般天人的话呢就是除了一些就是不明显的方语以外呢就是真正这个造 造业就是首先那个啊 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没有的就是 就是无有以因缘所造的痛苦成立理由 使色解的众生呢身体如光芒般图斥 色解呢就是也没有这个以苦手梗就以苦手梗 因为不存在因缘所造的这种这个苦手梭 就是这个以苦手呢就是不存在 之所以不存在因所造的这个以苦手是因为断除了这个嗔恨 就是他就是已经这个断除了这个嗔恨就是 就是究种这个害性呢就是全部都已经断除了 对我曾经加害正在加害一击呢就是即将要这个加害的三种 对我的亲友呢就是曾经加害正在加害和即将要这个加害的三种 然后对我的原地呢就是曾经就是饶益他就正在饶益他 未来也会这个饶益就是这三种 远离了这九种这个害性就是 所以一般这个色解的话呢就是远离了这九种害性 那么这九种害性呢如菩萨心论当中也是讲的这个非常细致 我们一般愚解的众生的话呢就是经常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就是 对这个其他的众生生起一种嗔恨心的话呢就是这些原因导致的就是 哎这个人对我不好现在不好未来不好过去不好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对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就今天他对我的这个母亲不好什么我的父亲亲戚朋友 就是我过去不好因为现在不好未来可能不会不会好的就是对他生长一些 然后他对我的这个原地呢就是也是从三个世间方面的 所以这个如菩萨心论当中这个呢就是还是讲的这个比较细致 我希望那个我们这个在座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时候经常这样想就是 我们这个不但呢就是在这个理论方面也要这个闻思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修行当中修行当中这个当然是 是真无空心啊大圆满的决心啊就这些是比较高的就 如果在自己的相续当中通过这个自己的研究和依靠上师的信心来获得的话呢 当然是值得这个随喜的但是呢这个是比较这个高的就是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来讲是可能这个真无空心啊就是真无这个决心啊 就是这是比较这个困难的让我说的这个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的话呢 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一般的我们这个有文化没有文化 然后呢一般的这个有些人的话呢在相续当中很容易这个生得起来 但是这个菩提心也是你平时你自己没有观察的话呢 无缘无故当中可能所有的菩提心也是不可能这个产生的 每天都是我们在念诵就是什么就是在那边这个念诵就是这个三心二意的那边去念诵的话呢 不一定是真正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生起来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像背诵一样的就是在自己要这个观察 我也想这个观察观察就是有方便的时候还是唯一唯的 虽然我们有能力就是你真无没有大圆满啊 你这个一个一个的就是给你这个就是这个印证 就是这种能力呢就是本身自己的没有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决心没有 但是我像菩提心的话呢就是从理论方面也是比较知道 哪个人的相续当中是真的这个先生起了无微的菩提心 哪个人的相续当中生起了一个相似的菩提心 哪个人的相续当中呢不要说是菩提心就是菩提心的这种这个 外面的这个形象也是好像他还没有靠到边 就是所以呢我这个希望呢还是每一个人自己呢就是应该这个想一下 什么叫做菩提心然后这个菩提心呢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生起了没有 如果没有生起的话呢我还是想尽办法就是依靠大乘的论典 依靠三知识的教言一定要就是在短暂的思想当中呢 就是自己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呢就是最少也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生得起来 所以我想呢今年的就是一个人物呢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被居士论就是还有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有关 这个闻思修行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人物的话呢我想是这个纪念就是在年底之前的话呢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观察观察就是 到底你是这个有菩提心的那一种人呢就是 还是不具足菩提心的那一种人 所以呢到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要不要这个考试一下 希望你们现在都是还是要经常观察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我们遇到外境的时候就是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遇到这个害我的或者是将来害我的 过去害我的这些人的时候好像这个菩提心不具足一样 有时候就是从众生的中相来讲的话呢就是具足菩提心也有这样的这个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这个这个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这个空性的见解就是其实没有这个生机的话呢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菩提心生机的话 那么这个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呢就是这个成就佛果呢就不是很困难的就是 所以华智仁波切也是有者这个客主就是无者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大院门前行里面就是讲的如果有的话呢就是这个都已经具足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一切都完蛋了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菩提心方面一点也是没有这个观察我们每天念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做任何一件事情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底就是看看自己观察过没有 如果观察的话呢你的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菩提心别人问你相续当中有没有菩提心的话呢你说一点也没有还是可能是有的就是有的话呢就是什么样的这个菩提心 神异菩提心现在我们暂时不说了苏苏菩提心苏苏菩提心的话呢从现在以后利益重生当然利益重生的话呢我们不一定要马上去这个在暴坐上这个给别人讲经说法就讲经说法的有些人的相续当中也许菩提心的这个相信想的不一定这个存在的他天天都是以自私自利的心呢 哎就是这个要学什么什么就是我所讲的目的呢全部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的名为利养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相续当中是不一定这个菩提心具足 菩提心具足的话呢哪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路口当中的有些乞丐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也应该可以这个具足菩提心 所以这个从表面上的人的形象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菩提心就是有些看不看不啊就是我们觉得是背诵也很好文思修经各方面很不错的但是也许他的信息心的相续当中呢这个自私自利的 这个信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就是增加就是根本没有这个利他的这种信但有些人的话呢表面上看来很愚笨的他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呢在他的心的相续当中很有可能就是真正是这个利益他种的这个信呢就是在机身当中生起了 因此我想是我们这个以后的话呢经常得这样的这个人生不一定就是得到的 所以这次呢既然我们得到一个人生的话呢最起码也是这个发了一个真正的这个菩提心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真正这个生起一个无畏的世俗菩提心就是 所以这个呢我想是那个我也是有时候想那个从现在开始呢就是应该这个翻译啊就是宣讲啊就是入菩萨这个心论就是 这个入菩萨心论的话呢就是这个营藏这个高僧大德们也是非常重视的 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吧就是这个入菩萨心论呢就是还是看到以后输获比较大的 但我们这个相续当中菩提心不具足的话呢天天都是看明点天天都是这个普现如来这个已经这个现前了 然后做梦也是天天上师都是指点你 但是过一段时间你遇到这个什么这个不愉快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 就该给他这个做大仗就是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呢可能这个 这个炮制老后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就比较抱歉就是 不管是你是学现宗学迷宗菩提心如果不具足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具足 因此这一点呢我这个可能以后还要提就是以前有一个科学家说就是他说佛教和科学是这个是原有无畏的 我以前也提过现在也提以后也还要提就是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我以前也提过现在也正在提就是以后呢就是还要提 希望你们呢就是啊真正是这个在我们这个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就是什么时候是呢谁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有生质量当中呢自己的相续当中好好地观察观察就是 形象上我们根本分不出来就是表面是看来你这个人生很老老实实的话呢就是也许这个心的相续当中不一定有菩提心 因此在这里面呢当然我们讲这个俱事论的时候这个有时候讲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并不是很那个就是相应 但是呢就是其实不相应的根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有一根吧 开玩笑 菩提心论的这个发明就是有时候还是非常多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就是这个海星啊就是从海星方面我就顺便就说了一下 因此呢我想是那个以后呢我们这个方便的话呢就是无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个注释 《入菩萨行论》的这个注释的话呢 以前方便如意宝也是讲过以前我刚来学院的时候有这个红颜的一个堪布教 就是他还是这个现在的可能是七八十岁吧就是他当时在给我们也是传授那个《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说是那个无助菩萨就是那个佛字心的作者不是我们这个印度的无助菩萨 然后就是藏地的这个无助菩萨他造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讲义的话呢 就是凡是这个人呢就是读了他以后呢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会生起这个菩提心就是这样讲的 还有我们这个读了这个佛字心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呢读诵佛字心 读诵佛字心的话呢自己的相续当中一定会是这个生起菩提心就是 因此那个无助菩萨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特殊的这种加持力 因此希望呢现在我们这个无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的讲义的是现在还没有这个翻译 但是呢就是这个佛字心呢就是已经这个翻译过了 就是有时候呢还是经常读一读这个《入菩萨行论》啊或者是这个佛字心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生起了一个无畏的菩提心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真正的这个修行人 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对世间的这个名为利养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世间的这些人呢很痛苦的 就是他们希求名为利养 就如果这个名声失坏的话很痛苦的 利养没有得到的话很痛苦的 但是我们相续当中菩提心生起来的话呢 既然你今天就是没有名声的话呢你不会痛苦的 今天你没有这个利养的话呢就是不会痛苦的 这是即生当中的一种快乐 但是来世的快乐呢就是更是这个不用说的 我觉得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呢 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没有强调的话呢就是你们也可能不一定这个重视 我现在呢就是开始这个一直这个从这个去年一段时间以来 就是就给大家就是做了 强调就是我们这个一边呢就是这个居士论的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 自相续当中还是要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观察 就是如果这个不观察的话呢 表面上我们这个天天都是这个问这个什么密法啊 就是天天在树灌顶 但有些现在这个听说这个灌顶的人给别人这个做灌顶 自己的相续当中可能菩提心的不一定这个具足 如果菩提心不具足的话呢 表面上就是哪怕是拿一百个瓶子给别人这个做灌顶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意义 让你今天在这个上市面前就是得树这个一百个灌顶的话呢 也没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实际上是有很多这个相似的 前一段时间是听说在这个汉地的话呢 什么这个学院和法王如意宝加持的就是 说是这个五种这个解脱 什么见解脱 问解脱 出解脱 就是可能是吃解脱 喝解脱吧 就是凡是有五种解脱呢就是用这个钱来卖 但是这些呢就是你如果相续当中是菩提心不具足 光是是这个以赚钱的这种目的来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事业 还有实际上现在有些人呢 比如说这个五十万加薪的话呢 就是用六百块钱呢就是可以买一个五十万这个加薪 就是所以呢只要有六百块钱供养这位上市的话呢 就是这个上市呢有不供的这种这个加持力 让你一定会是获得了这个五十万这个加薪 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五十万加薪太便宜了 就是真正的这个五十万加薪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一千五百块钱或者是五千块钱就是才对的 但是呢就是五十五十块钱 什么这个六百块钱也是是买得到这个五十万加薪的话 这是可能传承上市的这个规矩当中是没有的 就是故意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染污这个佛教吧 如果你有这个不供的能力的话 是没有这个钱也是是顺便就是让弟子这个加薪 加持就是加持以后呢就是你摸个钉 就是让这个弟子获得这个五十万加薪的这个功德也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这个布玛木扎和莲花生大师亲自来的话呢 他们也是是不会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五十万加薪呢就是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以前那个印度印度呢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夏之仁 赤西仁波切吧 赤西仁波切呢很了不起的大的 他呢一般是给别人传书密法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这个修五十万加薪 如果没有五十万加薪的话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他不给穿 有一次听说那个第十六师盖尔玛巴巴 第十六师盖尔玛巴巴大家都知道 他是那个在这个国内外非常这个有名的 就是现在是第十七是吧 以前十六师 十六师盖尔玛巴呢就是当时在那个 赤西仁波切面前那个修那个五上密法的这个观点和这个教授 当时赤西仁波切呢就是他说我不给你穿 就是你是那个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名为严严 就是在整个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大的 但是我不给你这个穿那个密法就是 然后这个他们的使者和他也是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说这个为什么你不穿 他说是你这样这个大的高僧大的的话 我相信你肯定没有修五十万加薪 所以呢我不会给你穿 因为也许可能干尔玛巴就是第十六师 十六师没有这个修五十万加薪 但是到底他修了没有还不知道 就是后来就是他说是没有穿 可能是没有修吧 修的话呢就他当时马上回到我已经修过五十万加薪 但是像这些真正的这个一些后格的上师的话呢 他是这样就是他对这个如果其他人的话呢 因为他的名声也非常大 只要他来这个听的话呢 肯定会是给他好好的这个传的 但有些呢就是现在弟子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钱多一点的时候 马上给他这个传说这个灌顶呢 这些都是不符合传承上师的这个就是规矩 真正的这个这次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这些灌顶呢 就是这些也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相续当中呢 就是恐怕这个很大的这个困难就是 因此呢就现在这个非法的这个行为呢 就是在世间当中是越来越多的 然后在真正相续当中是有利他的这个菩提心的 这样的这个上师和弟子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说是这个风暴离间 非常罕见 因此呢大家还是应该有时候呢 就是观一观自信 我们这个修行呢 就是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这个他人 就是为他人的话呢 现在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自己的相续当中 要不要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发起来 就是所以这些方面呢 我可能是这个啰嗦吧 就是啰嗦就算啰嗦 就是你们就不要这个记住 就可以如果这个啰嗦当中 还有一种散锁的话呢 还是记住 这些根在一切 就是这些根在什么遗产当中去都具有 二三无有生乐根树 四参与殊胜正餐 无有生乐树根与一乐树根二则 在色界的基础上 其有舌根和乐树根 也一直包括的这个乐树根以外的 这个其他八根呢 就是属于是无色界的 因为他们呢 就是能增上无色界的 这个烦恼的缘故 今天就具实能讲到这里 是属于我 以后的调节的 athlete 一种不足的 一个地球 一直被带到这里 是优优独开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